这两年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二三线城市抢人大战的新闻 是的 很多城市都意识到了人才的无比重要性 所以他们给予人才各种各样的优惠的落户政策 全个有用 落户政策 今天你到很多二三线城市落户 它已经不是个难事了 然而有的城市现在给的政策 那更是优惠到离谱 比如说 辽宁大连市前两天开始了全面落户 什么叫全面落户呢 我跟大家讲 根据大连市这份政策 你只要是个中国人 那基本上你就马上的可以把自己的户口落户到大连 根据大连市的这份规定呢 你如果有亲戚是大连人 你可以投靠 马上过来 不需要像以前那样等好多年 或者你只要具备一定的学历 比如说哪怕你是中专毕业 直高毕业 你都可以马上把户口签到大连 而且都没有年龄限制 以往还有个年龄说你好歹得45岁之前 现在没有了 哪怕你都六七十岁了 你只要有这样一个很低很低的学历 你都可以签到大连人 还有哪怕你连这个学历都没有 没事啊 你跟大连市的任何一个企业签合同 人家给你交五钱一金 你算是在大连工作了 你也可以马上把户口签过来 甚至你连这个企业都找不到 你在大连可能从事一些小商小贩 个体户的工作 没事 你以灵活身份去缴纳社保 交一个月 马上就可以把户口签到大远 也就是说啊 这个全面落户的政策 它是完完全全真实的 不打任何折扣的 基本上只要你是个中国人 你想搬到大连居住 你想落户大连你完全都可以去 以往很多其他城市抢人才的时候 人家好歹还说 我抢的是年轻人 你可能是刚毕业没多久的 学历不错的 在我这个地儿稳定交社保一年了 我才能让给你签过来 现在大连这个政策 那真是优惠到逆谱啊 为什么呢 本来中央层面就有这样的要求 前两年我们就说了 城区人口300万以下的大城市 应当取消任何落户限制 就是说到一些比较小的城市 你只要想签过去啊 当地不可以给你任何的阻碍 你想搬随时搬 而近期呢 300万到500万人口的大城市 城区500万到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 慢慢也要这样全面的开放 甚至我想最后一步恐怕就是 北上广深了 今年虽然你想获得一个北京户口 上海户口是很难的 但是也可能未来有一天 真的北京上海户口也会全面开放的 为什么 人是最可宝贵的呀 各个城市的主政者早就意识到了 没有人 你这个城市是一事无成的 比如说 东北这些年来经济不好 大连恐怕是东北为数不多的 在过去十年 人口有净流入的城市 但是这样还不够 相比于其他那些兄弟城市 大连市人口增长的速度 实在是太慢了 这使得大连市这些年来的经济也不是那么的活跃 我们以往就说 一个人来到一个城市 他不是来消费的 他是消费者 没有错 但他更是生产者 他是要创造价值的 而且在他创造价值的同时 他也带来消费 对于一个城市来讲 难道消费不重要吗 太重要了 过去两个月 我们一直感慨经济下行 突出特点就是 社会销售品零售总额在下降 大家都不愿意消费了 整个国家的经济就下行 所以一个城市要发展 归根结底得有人 人过来能创造价值 能进行消费 你这个城市GDP 它就能够提升 你这个城市的经济就会越来循环越好 而且这次有个突出特点 大家看到没有 大连市这次不光要抢年轻人 老年人也行 在落户的时候 没有任何年龄的限制 为什么 大连市也是考虑到了自己的区位优势 作为东北最南端的城市 拥有着上千公里的海岸线 大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 因此有很多中老年人 他的退休生活 晚年生活 是可以考虑到大连的 我们以前经常调侃 这个三亚市是黑龙江省三亚市 为什么 大量的东北人 黑龙江人 要到三亚市去养老 其实我国有很多沿海城市 都拥有和三亚 同样得天独厚的条件 以往很多人觉得 我这个城市要吸引年轻人 年轻人过来了 他们能工作 他们能买房 他们能交税 他们能给我创造价值 实际上老年人又何尝不能啊 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剧 各个城市的老年人都会越来越多 老年人工作了一辈子 有着不菲的积蓄 每个月还有着丰厚的退休金 对于他们而言 自然要选择一个很好的城市 让自己落脚 让自己生活 如果你早早的把户口牵到大连 你未来甚至可以在大连市办理退休 然后在这个海滨城市养老 那当然是一个好事了 所以大连市这次全面开放落户 也给了其他城市一个经验 你不光要抢年轻人啊 你也要抢老年人 只要是人你就应当抢 你应当让别的城市的人 看到你这个城市独特的魅力 愿意搬到你这里来生活 然后你这个城市 它才有可能经济发展起来 甚至大家注意到没有 在过去几年 我国很多二线城市的人口 是迅速膨胀的 但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 超一线大都市呢 有那么几个年头 人口还在萎缩 为什么呢 倒不是说北京上海没有吸引率啊 北京上海还是我国 现在经济最强的城市 但是居经不易啊 房价太高 房租太高 消费太贵 所以真的有很多人 在北京上海漂泊了很多年之后啊 他选择回到家乡 哪怕回到家乡的省会城市 回到家乡的计划单页市 你这个生活成本 都比在北京上海要落下一大截 而且呢 你在经户积累的经验 又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 对其他人形成降维打击 所以很多人这些年从北京上海离开了 这也是一个趋势啊 我觉得北京上海的入众者 恐怕也要了解到这个趋势 那就是在吸引人这个方面 真的有很多二线城市 慢慢已经走在金户前面了 以上海为例 上海今天老龄化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虽然上海经济非常发达 但是假以时日 如果人口不断减少不增加 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那对于上海经济而言 这也不是个好事了 所以我说 随着以大连为代表的 大量二线城市全面开放落户之后 说不准有一天 真的北京上海户口也将变得 不那么稀缺 这才是一个正常现象 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 你就可以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落户 然后靠你的聪明才智和心情双手 创建自己的美好生活 我呀